大家好 酵母又叫酵母菌 它是一种具有活性的单细胞真菌 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种天然的发酵剂 而且在有氧和无氧的条件下都可以成活 在传统的种植中 酵母菌常被用来辅助发酵 或者制成微生物菌剂 它可以起到改善土壤结构 提高肥力的作用 现在网上比较走红的EM菌 其中主要的成分也包括了酵母菌 同时科学家在上个世纪60年代 也发现酵母菌也具有杀菌活性 其中在植物界 发现尤其是针对植物的黴菌病 例如叶霉病 双霉病 灰霉病 以及白粉病等真菌 酵母都具有超强的灭活能力 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 如何自制酵母杀菌剂 它简单有效 可以防治基本上所有的叶病 让植物健康地成长 首先在容器中放一茶匙的干酵母粉 大约4克左右 再加入120毫升的温牛奶 牛奶一定要用微波炉加热一下 40度左右的温水 有助于融化和激活酵母 酵母融化以后 加入半茶匙的肥皂水 最后再加入一升的清水 搅拌均匀 这个酵母杀菌剂就配置好了 配置好的溶液 最好一次性用完 在蔬果容易爆发叶病的初期 及时地喷洒 它可以有效快速地抑制 美菌病的形成和发展 酵母菌在种植中的作用 还有很多 我会持续和大家一起分享经验 感谢您的收看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